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周深在同一家餐厅用餐,华晨宇看着周深脸上带着顽皮的笑意突然开口 舞台2023,你可以和导演说带我上 周深被这个问题逗笑了,他看着华晨宇,眼中闪烁着皎洁的光芒 他一手撑着下巴,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回答 嘿,华晨宇,这可能难倒我了,你知道我虽然认识导演 但是我们可不能直接要求上舞台啊 这得看导演和制作方的安排,我们的话语权可没你想的那么大 华晨宇听后显得有些失望,他垂下眼帘,语气沮丧 哦,我明白了 周深看着华晨宇的样子,心中觉得有些好笑 他决定安慰一下好友 不过你可以自己在舞台上下功夫,让人无法忽视你的表现 比如你可以尝试在表演中加入一些特别的元素 或者在舞台布置上下些功夫 这些都能让导演和观众对你印象深刻 华晨宇听后眼中闪烁希望的光芒 他瞪大眼睛看着周深 真的吗,这招有用吗 周深笑着点头,当然有用 不过关键在于你是否把自己的特点展示出来 你要找到自己的独特之处,让导演和观众看到你的价值 自打浙江台的户外真人秀奔跑吧时 因个别人的因素暂停播出后 不少观众都感到了巨荒 虽然节目内容存在很多草点 但嘉宾们的表现都很优秀 尤其是实体派创将,大魔王周深每期都能为节目创造出多个神仙名场面 除了自家歌迷外,就连路人都给予了周深五星好评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原本是可以看到泰国型的这期节目 在路透内容中,周深继《流浪地球2》之后热度再次走出国门 很多泰国的铁粉都奔赴拍摄现场应援打卡 结果万万没有想到,因为一个流量明星居然毁了整档节目 可能就连导演都没有想到,第一届《奔跑吧》会以这样的方式来收场 而就在网友对其议论时,周深的另一档综艺节目脱颖而出 相较于户外真人秀《奔跑吧》系列周深明显更适合于这一档舞台2023 不论是嘉宾阵容还是节目利益都要比前者略胜一筹 起码它是一个阴宗节目 光是导师阵容就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眼球 主办方一口气把华语乐坛的多位实力唱将都请了过来 分别有王嘉尔、陈佳化、黄岐山以及大魔王周深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三位都是周深的私交好友 在这之前有过多次合作 陈佳化共同录制了蒙面唱将 与王嘉尔录制《这就是原创》 节目中,周深作为导师给予了他们很多帮助 这回又一次在阴宗中相遇 不少网友都直呼,缘分妙不可言 选手们将通过自己的个人音乐才艺 分组进行battle 最终选出一名实意最强的C位选手 某种层面来说 跟之前的中国好声音赛制 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同的是舞台2023不会有黑幕 毕竟导师阵容有黄岐山、陈佳化、王嘉尔、周深 他们四会是不会拿节目组的剧本来糊弄观众的 随着舆论的不断发酵 四位导师的相关路透频频冲上热搜 为了吊足观众们的胃口 节目组还在跟路人开启了无奖竞猜模式 在艺人休息室整活路透中 没有直接晒出艺人的名字 反而是把歌迷赋予他们的称号来暗示观众 只见周深的休息室门口挂上了人间百名鸟五个字 这个形容给人感觉再合适不过了 看得出主办方这次真的是走心了 虽然节目正片还未上线 但从仅有的预告片中可以看出 四位导师的综艺感都超出了观众的预期 首先要说的是人气顶流陈佳化 在浪几四中就特别会制造气氛 与周深一样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 跟每位导师的互动都特别多 还被周深等人冲之为导师队长 无形当中还跟浪几四来了一波梦幻联动 评价选手时也很亲切 不论舞台好坏都会给予很中肯的评价和建议 据知情网友爆料 有位叫宁宁的选手 由于性格太过于内心 录制过程当中始终都很安静 陈佳化健壮后不仅主动cue他 还问他一些问题 帮他化解了很多舞台尴尬 这就不难理解陈佳化为何隐退多年 人气居然还会如此之高 指尖转转萦绕耳边 说的是黄岐山 不难发现 黄岐山近几年频繁在各大阴宗中出现 例如时光音乐会 声声不息 宝岛记等等 确实是华语乐坛唯一 一个不以颜值取悦观众的实力派唱将 录制首期节目时还在现场标理一段高音 再次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江湖地位 不难发现黄岐山录制综艺节目 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会去刻意营造节目效果 向来都是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舞台创意总监王嘉尔 节目晒出常驻嘉宾后 很多营销号都对其产生了质疑 觉得王嘉尔不配作为导师在节目中亮相 非要这么想只能说影响后对他的认识太流于表面了 此前参演的一些综艺节目都得到了网友的五星好评 虽说国语能力远不及其他导师 但恰恰是他独特的理解思维 总能够跟其他嘉宾擦出不同的化学反应 之前与周深在这就是原创中的出圈名场面 至今仍被两家歌迷惊惊乐道 最后要说的就是大魔王周深了 从节目正式官宣那一刻起 周深就为其预热了一把 从网友们的热情程度来看 超过80%以上的网友都是冲周深才追的这档节目 有他在就算现场没有主持人 也不会出现尴尬的局面 二 实力与人气兼具 这一点非常重点 不同于其他综艺咖会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节目上 周深则是在录制综艺节目的过程当中 每天都能够为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也正是因为如此 很多路人都愿意收看周深参演的节目 这次可以担任导师 就是外界对他音乐成长上的最大认可 从预告中可以看出 周深在节目中的表现 既暖心又搞笑 时不时地跟台下的互动 并且还会给众人递水 尽显身世风度 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 综艺感也跟陈佳话不相上下 二人可谓一个敢说 一个敢接 出彩表现为整季节目增添了很多 欢乐氛围 有网友甚至在弹幕表示 最期待的就是看周深 跟其他几位导师的高能互动 可见他在大家心中的地位有多高了 热度持续刷爆 全网讨论 十条评论 有九条都在喊周深的名字 换句话说 没有周深舞台2023照样能火 但未必能吸引那么多的观众 达到今天这个高度 总而言之 周深才是整档节目中最大的看点 不知道大家都期待这档舞台2023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 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敬请关注哦